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阿润万家首次协旗下全业态品牌参与其中 包括万家Mod 万家Lite O E L T 苏果 V大鱼 Go 等业态品牌 超过1600家门店参与今年活动 覆盖城市较去年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2.2020 京东11 11全球热爱集 启动发布柜上 京东集团副总裁 京东零售集团平台业务中心负责人韩瑞宣布 2.2020 京东11 11全球热爱集 将从10月21日正式开启 截至11月11日为期22天 搭建低价好物 简单快乐 放心购买三大主场 京东小魔方将启动造新计划 届时推出超三亿件新品 将有超300位明星走进直播间 500多场总裁创意直播 11月10日 2020 京东 直播超级业 将亮相超30位重磅明星造势 据悉 京东plus会员在籍人数突破2000万 京东plus会员将会投入价值10亿元的权益补贴 目前 京东物流大建和中小建网络 已实现大陆行政区限几乎100%覆盖 自营配送服务覆盖了全国99%的人口 90%曲限可以实现24小时达 三 中京发布研报表示 预计京东三季度营收1712亿元 同比增长27% 超出市场预期1% 预计公司非通用准则净利润 有望超出市场预期6% 2020和2021年营收预测及2021年盈利预测不变 下调2020年盈利预测8% 维持跑银行业评级 上调基于分布加总估值目标价32-95美元 以反映其心业务及投资的良好势头 四 北京物资学院与京东集团共同成立的 京东学院10月18日宣布成立 双方将共同培养物流行业紧缺人才 共同开发智慧物流系统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 供应链管理 信息技术 法律等相关专业 开展人才培养 专业培训 企业发展 政策研究等方面合作 此外 京东物流还将与北京物资学院进行校企合作 按照双原制培养模式 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本科 以及工程管理硕士专业 开展联合培养 五 格力电器全国巡回 直播第六场在澳门举行 当晚直播销售909亿元 这是今年以来格力的第11场直播 累计销售额达425亿 据了解 本场澳门直播卫董明珠 由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找李伟龙等 一起在微信小城市隔离1999号店进行直播带货 京东 天猫 快手 抖音 YouTube Facebook同步转播 6 10月19日消息 截至今日数据显示 2020年2月11日至今 精心筑农帮助了130万款农产品上行 累计销售农产品达三亿件 销售产品覆盖全国超800个农业产业带 近2100个贫困村 带动50万户农户增收 2020年2月11日至今 京东扶贫特产馆客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销售额逆势上涨近125% 618大促期间 京东扶贫馆成交额更是同比增长170% 相关报道 重新定义 特逼采购 数字化升级已从锦上添花到迫在眉睫 企业数字化升级已经成为发展的逼选项 疫情大考之下 企业数字化 高阔政务数字化 已经从锦上添花变成雪中送炭 其中 供应链管理是企业的生命线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生活问题 现实版我和我的家乡 或是刘强东的扶贫之路 陈西 元川 路遥的故乡 黄土高原东部 沙化严重 在最贫穷之处 遍地黄沙 一切鲜活的事物被掩埋 只剩一览无余的荒凉与微落